青豆角碎肉煎蛋角 值得一提的是豆角这一味食材 豆角是长条形的一类植物 我们觉得它跟人体哪个部份最相似? 没错,就是脊骨 脊骨也是一条植不甩的 吃了豆角后,中医把脈时就发现 原来豆角有能够入人体后面督脈 也就是脊骨的经脈作用 所以豆角其实有流通后面腰背颈的作用 如果有些人腰背有些不舒服 如果多吃豆角是有流通的作用 有舒缓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洋葱这味食材 洋葱这味食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看到洋葱的样子包裹得非常严实 好像包着一些东西 所以洋葱本身甜甜的 已经具有一个保抑的力度 对我们身体如果比较虚弱的人 其实有补的作用 但它补得来 因为它的味道还带有一种新辣的性质 所以它补得来 但又不会特别补到醋 因为它有新辣 一个开通流通的作用 也是一样非常好的食材 木瓜雪耳 窩蛋糖水 一定要提的是木瓜这类食材 因为木瓜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女性非常好 为什么好呢? 有些人会觉得木瓜是否像女性的乳房 对于产后的妇女会比较好一些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我们中医觉得木瓜这类食材 它本身是长条形的 长条形的东西 通常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一个流通的作用 但我们又看了 木瓜它的肉质 香甜 而且非常之多汁 我们就知道木瓜原来又能够有补的作用 木瓜又能够流通 又能够补 所以对于女性为什么好呢? 因为每个月女性都要离月经 离月经的时候 女性的气血如果不能调顺 不能够好顺畅的话 就会令到整个身体的气血循环 受到阻碍 出现问题了 所以木瓜这类又能够补 又能够流通的食材 可以算是一种女性的因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